HELLO 大家好 我是Venky 歡迎收看我的影片 今天的影片是我平常私訊還蠻常收到的一個問題 就是關於我的攝影器材 那我自己本身對於拍照照相攝影還有研究相機都非常的有興趣 所以今天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買相機用相機的一個心路歷程 還有我平常選相機會有哪一些考量的點 以及我日常靜悟睡用到的相機 還有這個YouTube影片會用到的相機 來跟大家在影片做一個介紹 今天的影片不會做非常專業的相機評測 只要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日常使用下來的一些心得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也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 Instagram 了解我的最新動態 首先先來和大家分享我平常選相機會注意的一些點 那第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的就是品牌 因為每一個品牌他們的相機出來的畫質顏色啊 他們相機的造型以及他們裡面的設定都會有一些不同 像是Canon的相機可能它的畫質就稍微偏黃一點點 然後之前用Sony的相機它拍出來的照片就稍微偏冷色調一點點 所以每一個相機出來的畫質顏色都會有一些些不同的地方 那這個也沒有什麼好跟不好 只要就是看大家自己個人的喜好 所以如果你有大概看到某一個相機出來的照片顏色 或它的造型是你很喜歡的話呢 這樣就比較好決定你之後要選哪一台相機的方向 另外一個考量的點呢就是相機本身的重量 因為我非常了解我自己如果我的相機太重的話呢 我真的平常不會想要帶出門 所以我覺得重量對我來說非常的重要 然後也建議大家如果你要買一台新的相機 或在觀光什麼相機的話呢 去實體店面稍微體驗一下它的重量 然後握握看是比較安全比較保險的 因為我覺得如果你買太重的相機 平常也不想帶出去用的話也是還蠻浪費的 還有就是呢我覺得相機本身的顏值也非常的重要 對於相機是有一點外貌協會的 我還蠻注重相機它本身的外型 像這一台富士的相機呢我很喜歡它的一點 就是它的造型是有點復古 像以前那種復古相機的那種設計 我覺得就非常的好看 那平常不但可以拿來拍照 它也可以當作拍照的道具 所以對我來說我覺得相機本身的造型也是一個考量的點 那相機的種類呢也有分非常多種 像是專業的單眼相機、微單眼相機 或是這一種可以轉換鏡頭的相機 還有那種入門數位相機是不能轉換鏡頭的 那我自己平常選相機的時候呢 我是很喜歡選這種可以轉換鏡頭的相機 因為我覺得它的變化性比較大 像是平常如果我可能想要拍風景照 我就可以去買那種比較適合拍風景照的鏡頭 那或是鏡物照啊人物照 我想要三鏡比較強的那種效果的話呢 也可以選擇適合的鏡頭 所以我覺得一台相機買下來就可以做不同的變化 那當然也是要花更多的錢去買那些鏡頭 才可以達到我要的效果 不過我覺得有這個選擇是還蠻棒的 另外一個我覺得非常重要要考量的一點呢 就是相機本身有沒有Wi-Fi傳輸或藍牙傳輸的功能 那這個功能我覺得用過之後就回不去了 因為真的非常的方便 那像平常我們拍照的時候追求就是一個即時性 那我們希望拍完照片呢可以立刻發佈到我們的社群軟體上面 那相機本身如果有Wi-Fi傳輸或藍牙傳輸就可以立刻傳到手機 或是傳到iPad上面那像我平常又是用iPad剪片嘛 所以我在相機拍完之後我可以立刻用藍牙傳輸傳到我的app上面 我覺得真的非常非常的省時間 現在新的相機應該都會有這個功能 那大家在選相機的時候呢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接下來和大家分享我之前買相機的一個心怒歷程 那這個可能要回溯到非常久以前 大概大學的時候大一我買了我自己的第一台相機 大家可以猜猜看我的第一台相機是哪一個相機 那我覺得這個相機算是比較冷門一點可能猜不太到 它就是李光的GRD系列的相機 那為什麼會買這個相機呢 當初是因為我去陳平的時候 然後我就翻了一本攝影書 看到這一本GRD相機出的這個書 裡面都是用它相機拍出來的 它的照片跟它呈現的質感都非常的好看 所以當時我就燃起了這個想要買這台相機的一個願望 然後就買了這一台相機 那這台相機呢它有一個特色就是它是定焦的相機 那我當時其實對於定焦變焦沒有什麼概念 買了之後才發現喔原來它是定焦相機 那意思就是指說它這個焦距是不能調整的 所以譬如說我想要拍一個很遠的東西 或是一個很近的東西 我就要靠我自己的人體自行移動來調整它的距離 就不能直接轉那個鏡頭來調整 剛開始在用定焦相機的時候是有點不太習慣 但是定焦相機有它的好處 就是它的山景的效果呈現是非常的強 像你在拍鏡幕的時候 我覺得用那個相機拍的照片的那個呈現的質感是非常的好 所以我是蠻喜歡那一台黎光的相機 一直到現在我覺得黎光的GR系列的相機 呈現的照片真的都非常的好看 就很適合街拍或是日常拍那種食物啊 生活中的照片我覺得都非常的適合 在大學畢業開始工作之後呢 我就買了我的下一台相機 就是Sony的微單系列 那當時Sony的微單 AXX什麼數值的那個系列非常的紅 就很多網美啊或是女生都買那個相機 我記得我當時買好像是A5000吧 有點太久遠了 但這個相機呢它的好處就是因為它的造型是非常的簡便 就是它是微單然後也可以轉換鏡頭 機身本身不會非常的重 它有翻轉螢幕的效果 這一台Sony相機我記得它有這種眉膚的感覺 所以拿來拍人啊它的顏色跟膚質都看起來蠻好看的 這台相機陪伴我還蠻久的時間 就是我去旅行啊或是日常生活拍 當時都還蠻常用那一台相機 我覺得Sony的微單系列呢 是還蠻適合當那種入門的相機 如果你的預算夠的話可以考慮看看 然後前面有提到說Sony相機的橙色 我自己覺得是比較偏冷色調一點點 那如果你也蠻喜歡那種畫面呈現的感覺的話呢 也可以考慮Sony他們的相機 接下來要來和大家分享的這個相機呢 是我在前年生日的時候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也是剛剛影片有跟大家提到過的這一台 富士的SD30 第一次自己買這一台富士的相機 那之前我的好朋友他有富士相機有借我用過 所以我就非常非常喜歡富士相機的外型 我覺得延遲100分 他的這個相機 除我拍出來的照片顏色我也非常的喜歡 就是真的有一種富士色的效果 有點膠片的感覺 他的飽和度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非常喜歡富士相機拍出來的這個照片的成像 另外這一台相機呢 他也有翻轉的螢幕 只是他這個翻轉螢幕的效果呢 沒有到那麼的實用 只有翻到這樣子的角度 如果你平常要那種自拍的話呢 他是翻不上去的 就有點可惜 但是呢還是可以加減用一下 如果你要拍那種桌面的東西的話 你還是可以打開這個翻轉螢幕 稍微用一下 然後比較清楚可以看到你要拍的那種平面的東西 當時在選這一台相機的鏡頭的時候 我也研究了非常的久 因為我就思考了一下我平常的需求 可能就是拍那種靜物的攝影啊 拍食物啊 拍日常那種居家的東西 比較多 所以我想要找那種三鏡效果比較厲害的 所以我就選了這一個定焦鏡頭 他是35mm 然後光圈好像是F2 那這個效果呢 我是覺得還蠻喜歡的 但有一個缺點就是他這個定焦鏡頭 他是非常的近 所以如果你用這台相機要忍啊 或是拍一些比較遠的東西的話呢 就是可能要稍微調整一下他的距離 但是這台相機我拿來拍家裡的 比如說蠟燭啊 居家的擺設 我覺得都是非常的適合 畫面去放大來看 我覺得他的細緻度很好 然後再加上他本身的成像的顏色 我覺得不太需要做什麼過多的修圖 就已經非常好看了 所以我是真的還蠻喜歡我這一台 複視的相機 然後平常如果日常要拍這種靜幕的攝影的話呢 我就會選擇用這一台來拍攝 我去年一開始在拍YouTube影片的時候 我是先用我的手機iPhone X來拍一下 因為當時也不知道自己會拍多久 想說先用手機拍拍看比較方便 那拍了幾支影片之後呢 想說如果要長期繼續拍的話呢 可能還是用相機拍會比較好 因為相機的收音跟相機的畫質還是比手機會好一些 所以就開始觀望其他的相機來當作拍影片用的 那為什麼我沒有用我這一台複視的相機呢 那其中一個原因是因為它這個翻轉的螢幕是 沒有辦法180度的 那我自己覺得如果要拍影片的話呢 要比較快速就是用這種翻轉 我覺得會方便非常非常的多 轉螢幕算是我很大的一個考量 所以才沒有用這個相機 最後要來跟大家分享的相機呢 就是現在這一台正在幫我拍影片的這個相機 那我頻道大部分的影片呢 也是用這台相機拍的 那它的型號就是Canon M6 Mark II 之前也有試用過YouTuber界非常紅的那一台Vlog相機 就是Canon的GX7 Mark II 那那一台我可以理解為什麼這麼多人用 因為它這個體積真的非常的小巧 然後帶出去拍Vlog很方便 又有180度的翻轉鏡頭 那我自己那時候試用下來呢 我是沒有到非常的滿意 那第一點是因為它的收音 我覺得沒有很好 然後又不能外接麥克風 睡覺是非常的滿 有很多人都有講說這個缺點 再來就是它的畫質部分呢 我那時候用 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輸出影片那個畫質 我覺得沒有非常的好 我看其他人YouTube影片 用那個相機拍的畫質都還蠻不錯的 我沒有很滿意那一台相機 所以又繼續開始看一些其他的相機 但是我選擇用Canon的原因呢 是因為我在試用那一台GX7 Mark II的時候 而且它的影像用來拍人是還蠻好看的 所以當時我就想說 那我再看看Canon其他可以翻轉螢幕 然後畫質跟收音效果比較好的相機 所以就選擇了這一台M6 Mark II 那這台相機呢 我目前用下來是還蠻滿意的 當然它的單價會比那個 隨身的相機還要再更貴一點點 但是我用到現在半年十個月左右呢 我是覺得它整體的實用啊拍攝啊 還有平常傳照片啊等等的 都還蠻流暢的 那我最最喜歡呢 除了是它有180度翻轉螢幕 那再來呢就是它收音效果也還蠻不錯的 然後就是它影片的顏色是可以設定做一些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平常常用的影片設定是用什麼顏色 我覺得Canon它用來錄影 然後呈現這種人的影像是還蠻好看的 然後也不會過度的眉肌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品牌的相機 它提倡這種眉肌的效果 但是有點太over了 那我覺得它的眉肌的效果是稍微比較自然一點點的 不知道大家覺得有沒有 我自己是覺得還是很自然啊 就不會太過頭之類的 但如果你覺得太過頭你可以留言告訴我 所以總體之下呢 我是還蠻滿意現在我用的這一台 然後也希望之後也可以持續的使用 那我現在這一台M6 Mark II搭配的鏡頭呢 就是當時買相機配的那種基本鏡頭 15-45mm的那一種 那我覺得它畫面的大小就蠻中規中矩的 如果你是要拿去錄Vlog啊 想要畫面後面比較廣一點的話呢 你也可以鏡頭換成那種廣角鏡 或是你要那種三鏡比較強烈的 然後拍人像比較銳利的話呢 也可以去找那種定焦鏡來做交換 目前使用這個基本鏡呢 我是覺得還蠻足夠的 今年也會考慮看看要不要買其他的鏡頭 但目前來說呢 我覺得這樣是已經很夠用了 最後一個小小的結論呢 就是我覺得買相機最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自己個人的需求 像是你是要拿這一台相機來拍景物 來拍網美照 還是你是要拿來露營用的 或是你要來拍小朋友啊 拍動物啊 拍鳥啊 就是都會有一些不一樣的選擇 那在了解自己的需求之後呢 你再去選擇你要的相機 我覺得就會比較明確 之後你再把品牌 把它的功能 把你的預算 還有你的考量等等加進去之後呢 希望大家都可以選到一台自己最想要的相機 我自己很喜歡攝影跟錄影的其中一個原因呢 就是可以透過鏡頭的方式去捕捉 當時生命中的一些片刻 那在有時候回憶一些十幾年前拍的照片啊 或是當時的影片 就突然會有很多那種回憶涌上心頭的感覺 因為人的記憶畢竟有限嘛 你沒有辦法把生命中的每一個小小的片刻都把它記得非常清楚 那透過照片跟影片就可以幫助你繼續說 原來當時我的心情是怎樣啊 當時我的張相是怎麼樣啊 有什麼樣的變化 所以我非常非常喜歡 用攝影或錄影的方式去記錄自己生活上的一些大小事情 那也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影片 如果覺得實用的話記得幫我按讚 也不要忘記訂閱這個頻道喔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 掰掰